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休斯顿KT区的一套新房子 这个房子的价位区间是在40万左右 这个房子是休斯顿稍微偏一点的KT的社区 当然它学区也还不错 当然不是最好的 就不是一个十分学区的 但是还不错的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的特点就是非常的方便 不管是去中国超市亚洲城市中心都很方便 但是它不是在KT最中心的那种位置的社区 当然户型还是很不错的 利用率比较高 价位区间40万左右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要该看的这套房子 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T的一套新房子 这个房子的价格区间基本上就是在38万左右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边 其实这边就是一个车库门以后 但是它现在做成了一个亚本间的办公室 我们现在去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整体的感觉 还是比较纯的那种感觉 不是特别的现代风 看一进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跟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房子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亚本间呢 没有说非常亮眼 可是它的布局很好 房间的面积很大 比如一进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餐厅 然后我们往里走 然后这个门是通向车库的 这个房子是有三个车库 往里走就是一个这样的书房 再往里走是一个温馨的客厅 但这个客厅不是一个高挑厅 可能我们看多了 高挑厅就会觉得 哎 这种客厅为啥不是高挑的 然后它的厨房呢就比较大 然后厨房的后面就是可以通到住餐厅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 然后再往这边走它就加了一个酒柜 然后在旁边也加了一个这样的酒吧 然后再往里走 然后再往里走其实就是通往车库的 这边也是车库的位置 然后这一面就是洗衣房 那有的洗衣房就会有这个sink 有的会没有 然后洗衣房往这边走过来 其实就是主卧了 待会我们再从主卧过来一下 洗衣房连着主卧的意思就是 主人洗完衣服之后 就是主人换下衣服之后 直接可以在洗衣房洗一下衣服 这边就是主餐厅 早餐厅 然后往这边走就是主卧 这个主卧就很敞了很舒服 并且一进门 主卧这边是有一个像书房一样的 一个小会客厅这样一个空间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平常拍的一些房子 比较少有的一点 所以它主卧真的很美 这就是主卧的感觉 一个大的弧形的一个瓢窗 特别大 主卧挑高也很高 主卧挑高差不多在13ft挑高 然后这个门是个9尺的高门 然后往这边走呢 就是主卧的洗衣间 主卧的洗衣间 所有的出柜都是实木的 然后呢 walking的这种淋浴间 直接走进去 才可以淋浴的这种双面鱼头 这个都有 然后一个比较大的鱼缸 其实这个鱼缸比较小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马桶间 马桶间的旁边就直接有衣帽间了 那这个衣帽间是一个挑高的这种衣帽间 然后衣帽间的那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洗衣房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出了主卧 去另外一面看一下 再往这边走的呢 这边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洗肉间 这洗手间的特点就是淋浴间很大 然后橱柜 还有什么这个镜子位置也比较大 然后并且这个洗手间是有充足的 还把马桶间藏在后面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卧室 然后这个房子外面是游泳池的 但其实这个要门间不代表你买的房子 就是游泳池 你买的这个房子 如果你想用游泳池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游泳池 如果你不想用游泳池的话 它后面就是一个草坪 我们现在上二楼看一下 一上来之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 游泳池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边分了两面 我们先去右手边这一面 你看这里面 进去看一下 这一面呢就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很大 因为这个房子是没有高调厅的 所以其实没有高调厅的房子的好处就是 每个房间的面积的感觉就比较长量比较大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公主房 一进门 先是一个这个修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是一梦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发现是一个 哇 本本的公主房 漂亮 这个房间很大 所以完全就摆得开两个queen的床 所以就看得出来 这个房子面积的利用率比较好 因为没有高调厅嘛 然后也出来了很多的面积可以利用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洗手间 里面是马桶间 它这个好处就是每个洗手间的带窗 然后后面 这一面 是一个浴缸 那面肯定是个房间 待会我们再来看 因为这一面有两个房间 我们先从这个房间开始 其中的一个房间 它每个房间的窗户都很大 所以感觉每个房间都蛮亮堂的 然后另外一面 就是我们看到第四个卧室 这个洗手间 就是刚才通过来的那些洗手间 然后再往里走 一帽间 然后这是第四个卧室 每个卧室的面积都还是比较大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了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下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这个房子 它离很多地方都比较近 我们现在大概看一下 它离亚洲城 一些中国超市的一些距离 差不多就11分钟就到亚洲城 这边有中国超市 然后再就是离医院的距离 这个赫曼医院就9分钟 然后现在再来看一下 它离超就是大型的商场的距离 它离KTML这个商场就12分钟的距离